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多线程 Java程序运行的原理和这个JVM启动是多线程吗 Java程序的运行原理来看 Java命令启动了Java讯息 然后启动了JVM 等于启动了一个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启动一个进程 该进程会启动一个主线程 然后主线程去调用某个类的一个卖方法 然后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说Java启动是多线程的吗 来看JVM启动至少启动了垃圾回收线程和主线程 所以是多线程的 来我们想证明一下 这句话说的到底对不对 说启动一个垃圾回收线程和一个主线程 怎么启动呢 来看一看啊 你动脑思考一下 咱们怎么才能去证明这个事 对24 把这些都关掉 然后我们来一个com 点黑码 点这个thread 然后呢 demo1 demo1 th iad thread 好 我们要创建一个多线程 证明 不是创建多线程啊 我们是证明JVM是多线程的 怎么证明呢 我在这单独来一个类 class demo 我让这个类重写了一个方法 叫finalize out shift 加s 然后重写一个方法 重写finalize方法 是不是object里面的finalize 好 我把这改成public的 子类是不是可以比负类更加强大呀 然后异常呢 我也不抛了 下面咱也不调用了 我在这里面就输出一句话 SYSO 叫做 垃圾被清扫 垃圾被清扫了 然后呢 我在这个主方法里面 做了一个事 我要创建N多个垃圾出来 怎么创建啊 是不是匿名对象就可以创建N多个垃圾 所以来一个for 然后呢 inti就等于了0 然后呢 i就小于了 一千 一万吧 一万都是垃圾 哎 大家 然后呢 来一个new一个demo 好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产生垃圾的时候啊 来运行 一万也没有啊 来十万吧 十万 来运行 有了吧 哎 有了 好了 然后呢 这个是启动了一个垃圾回收现成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主函数 它本身就是一条线程 为什么不说主含数本身一条线程 你看 我现在把这给你注释掉啊 大家看 SYSO 我来一个1除以0 来运行一下 一个exception in thread thread就是线程意思啊 就是在主线程 怎么样 报错了 报一个arraysmotic exception 所以主线程者一开启本来一条线程 我们说了线程就是一条路 你需要在这条路上去啊 是不是写代码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块注释掉 我们想看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 看CPU有没有随机切换 你这不是有一个垃圾线程吗 然后我是不是还有一个主线程啊 我看这个垃圾回收机制 跟垃圾回收这条线程 有没有跟我主线程互相去抢足资源 那如果互相抢足资源的话 他俩是不回随机切换去执行 哎 所以在这里放 然后再来一个inti就等于了0 然后呢i就i就小于了这个一千一万 然后呢i再加 sso 我们来一个我是主线程主线程的执行代码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好 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你看 在这里面 垃圾被清扫了 然后呢这里面是不是执行它 然后垃圾被清扫了 是不是执行它 所以它是不是穿插执行的呀 然后呢 你执行一会儿 我执行一会儿 那有可能CPU分配给它 一个瞬间的时间 它就执行了N多距 因为这个执行效率是很很高的哈 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一给它一个时间 它瞬间执行一段 执行一段之后呢 它可能又又把它怎么样 哎 又被这个人抢了 抢走之后 它又又瞬间抢回来之后 主线程又抢起来了 所以呢 这是两条线程 那么它俩能间隔执行 就证明是两条线程啊 如果不是多线程的话 就是上面完全执行完之后 你才有机会去怎么样 去执行下载 能明白吗 哎 这就证明了 这位M是一个多线程的 好 这个支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是三条线程